大家好,我是CC,欢迎收看本期创意汽车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关注我们 我们都知道俄罗斯在军事方面非常的强悍 要数俄罗斯什么最差的话 那可能就要数他们的汽车了 大家只要一说起重态 就只会灌山寨的罪名 当我们看完下面这款车之后 大家就会发现原来山寨的不止我们 我们看到的这是俄罗斯在前不久的一款新车 这款车给大家眼前一亮的感觉 这车不就是劳斯莱斯吗 其实这款车是俄罗斯版的劳斯莱斯 是俄罗斯豪华品牌 打造的一款新车 关键是这车居然还跟总统同款 这款新车的名字叫Sennos 给人第一眼的感觉 这可不就是劳斯莱斯吗 先不管怎么说 这车很明显就是山寨版的劳斯莱斯呗 因为在打造这款车的时候 借助了劳斯莱斯的原型打造的 这款车在外观上咱们就不说了 只要不瞎的话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在动力上这款车搭载的是4.4T V8双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的马力输出可达607T 很明显这款车走的是豪华路线 不单单是外观 在内饰方面也是极尽的奢华 这款车售价在200万左右 官方称年产150辆 这款车一登场就被总统纳入麾下了 所以自然而然的就成为总统的座驾了 但是这款车跟咱们的红旗比起来 还是差点意思 大家觉得呢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